307解题说明 本题主要是根据出勤的资料完成折线图 还有直条图的制作 首先看第1小题 1期题目要完成有底色的 6笔资料的折线图的制作 在此我们可以点按表格内 任意储存格 利用上方资料 先将有底色的做筛选 选取任何一个栏位 依据色彩筛选 选取底色 完成以后将6笔 资料选取 依据题目要求点按上方插入 图表 上方 折线图 选取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点按 完成以后点按右侧 图立 右方 放置在右侧 点选 接着要将图表 移动到新的工作表 工作表名称 改为 on duty 空一格 chart 别打错了 按确定 第2小题要设定图表的相关资讯 2-a 目前的水平 坐标轴 页份是123456 1期题目要改成英文字的 缩写3个字的页份 点选上方 资料 选取资料 将原来是12345的水平类别坐标桌标签了 点按编辑 1期题目 资料范围 点按 on duty statistic 的 B1 拖曳 选到 G1 按 确定 完成以后 按 确定 检查一下 是英文字母的 缩写三位数 没有问题 2-b 图表标题 同学可以点按 工作表的名称 点按两下左键 按Ctrl C 接着 点按图表标题 在资料编辑列 上方点按以后 按Ctrl V 贴上 点按 输入 接着第3小题要完成 请组直条图的制作 点按out on duty statistic 这一个工作表 在范围内 点按任意储存格 一记题目 点按上方 插入 图表 选取 直条图 请组直条图 可以看到水平 坐标轴 是月份的英文字 缩写三位数 没有问题 接着 将图表移动到 新的工作表 名称 一记题目要求 输入out on duty 空一格 chart 没有问题 按确定 最后 第4小题要设定 图表的相关资讯 4-A要标示出 最高的三笔资料 在此可看到 最高的三笔资料 同学 点按以后 这个是选取 资料数列 可看到 同样颜色的 比如说点 归色的 一样 选取到归色的 所以在此 点按以后 再点按一下 就变成 资料点 的选取 一记题目 点按右侧 资料标签 右方 其他选项 要标出 数列名称 以及 次数 就是值 还有 终点外侧 没有问题 同样的方法 操作 第2点 再点按一下 选择 资料点 接着 再按 右侧 资料标签 标签 右方 其他选项 标签 标签 数列名称 值 终点外侧 没有问题 接着 最后 第3个 再点按一下 记得要点按 两次 右方 资料标签 其他选项 标签选项 数列名称 值 终点外侧 没有问题 4支B 设定所有 资料数列的 数列重叠 点按 另一个 资料数列 右方 看到 数列重叠 改为 20% 按Enter 4支C 设定图表标题的名称 同学可以先点按 工作表名称 两下左键 按Ctrl C 接着 点按 图表标题 在资料编辑列 上方点按以后 按Ctrl V 贴上 最后 按输入 到此 解题完毕 档案 练存新档 在EX03底下 将EXD03 改成EXA03 按储存 接着 打开 提顾练习系统 数颗评分 按 确定 结束 或设论